看过一篇报道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有数百万穷人 每周只有四美分收入 慈善机构前去捐款 给每户贫困家庭 发放一千元美金 起初这笔巨款 的确让他们生活起色不少 但仅仅两年之后 90%的人 又跌落贫穷的渗渊 有人疑惑 有了钱怎么还会穷 他们完全可以拿钱做买卖 或者进行商业投资 或是学个一技之长去打工 可现实却是 无论他们怎么努力 最后依旧挣扎在贫穷边缘 有人拼命工作赚钱 却因一场大病一夜返贫 有人忍不住消费 整天东拼西凑的还账单 还有人早早辍学打工 到头来成了最廉价的劳动力 我们想尽办法致富 可结果却是越努力越穷 越穷越没信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比基特和埃斯特 是世界级贫困专家 他们发现 人之所以穷 是因为掉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贫穷陷阱 两位经济学家 和写了一本书 名为贫穷的本质 他们从专业角度 深度剖析了 这一困扰人类上千年的难题 最终发现 摆脱贫穷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从根本上跳出贫穷的陷阱 一 消费陷阱 在书里 作者讲了穷人帕克的故事 帕克 是印尼的一个农民 常年吃不饱饭 他身体极度虚弱 干不了活 赚不来钱 可当阿比基特去帕克家时 却意外地发现 他根本不穷 帕克家里 不仅有电视机 DVD机 移动电话 还有茶叶 咖啡和糖 阿比基特百思不解 你为什么不先填饱肚子 而是买这些没用的 帕克说 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 在贫民窟 帕克远不是格力 阿比基特 见过很多面黄基础的穷人 即在音像店 购买电影光盘 他对大家说 吃饱后去赚钱 远比消费重要 可不管怎么劝 穷人们还是一有点钱 就跑去购物 控制不住享乐的欲望 缺乏延迟满足的定力 令他们陷入了消费陷阱 而这种可怕的消费陷阱 在生活中 比比皆是 宁愿花钱吃大餐 也不愿报往科学技能 宁愿在促销中当剁手党 也不愿办卡去健身 在信贷 分期 打折的商业促销中 我们总是盲目消费 早已忘了最该花钱的地方 是增强自己赚钱的本事 低层次的人 受金钱趋势 高段位的人 把钱当成工具 该花钱的地方 千千万万要花 不该花钱的地方 一分一理要省 把钱花在刀刃上 才能不被消费陷阱吞噬 二 健康陷阱 社会学家做过一项调查 当赚钱和健康发生冲突 你会做何选择 结果显示 70%的人选择赚钱 放弃健康 没病没灾时 都觉得自己能打能抗 等生病住院 又不得不拿钱补救 这种健康陷阱 只要掉进去一次 就再无翻身的可能 书里提到 他们给穷人做调研时 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政府发放药物 消毒剂 营养片 尽管是免费的 穷人们也懒得去领 收入不高的上班族 宁愿花钱喝酒 也舍不得买一瓶廉价的补铁片 100美元的绿包 能预防32种瘧剂 可没有一个家庭 觉得有必要购买 穷人们似乎特别自信 拒绝拿出一点时间和金钱 来关照身体 但事实是 最容易患病的 正是他们 有句话很扎心 一个普通人和穷人的距离 就隔着一场大病 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对身体漠不关心 把健康放在最后 两位作者将这种健康陷阱归结为 意识的缺失与行动的拖延 不想因病制贫 既要有意识上的觉醒 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护自己 三 思维陷阱 作者埃斯特 有个叫尤鲁斯的朋友 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一次尤鲁斯外出 看到三个印度妇女 在公路上扬沙子 他好奇地上前询问 竟得知这是一门 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妇女们从海边运来试沙子 扑在公路上扔 汽车碾压 当围机会吹干沙子 他们再收集起来 卖给有钱人 因为这种沙子 细腻干净 正好用来擦拭高档餐具 尤鲁斯提出 可以投资帮大家建工厂 一起多赚点钱 但妇女们却拒绝他说 我们只想填饱肚子而已 尤鲁斯无奈地说 穷人们发不了财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思维曲线 为了对比富人与穷人 埃斯特花了这样两条曲线 穷人做生意是OP曲线 很容易起步 但到某一个点就停下来 之后再也没有突破 而富人做生意 使OC曲线 会在调整和尝试中 持续盈利 不断超越原油水平 而导致差别的根源 就在于思维模式 比起富人 穷人的认知结构 十分固化 无法迭代 巴菲特说过 我的一生中 从未遇见一位 没亏过钱的富人 却遇见许多什么 都不敢干而 从未亏掉一毛钱的穷人 不敢尝试 拒绝改变 逃避挑战 看似安全 却也失去了一切可能性 财富到底在哪里 如果思维是一堵墙 钱就在墙的另一边 不走出思维陷阱 无论多努力的人 都不会赚到大钱 四 情绪陷阱 2008年下 两位作者认识了一个 叫蒂娜的可怜女人 她患有抑郁症 和残疾的母亲 挤在破烂的窝棚里 靠乞讨为生 她原本经营着一家服装厂 却因为丈夫收回一张空头支票 而陷入困境 那天得知丈夫被骗后 她大发雷霆 不停地咒骂抱怨 之后更是越想越绝望 干脆放弃了经营 几个月后 丈夫出了严重的车祸 并向蒂娜提出了离婚 一连串打击下 蒂娜万念俱灰 再也无法好好生活 不少人鼓励她 打起精神来 你可以东山再起 但蒂娜每次都沮丧地说 没有希望了 我天生就是穷命 心理学家阿尔伯特 提出过一个ABC模型 A是指事件 B是指由事件引发的情绪 C是指由情绪引发的结果 很多时候 不是直接导致了C 而是我们的情绪B 决定了事态走向 就像故事里的蒂娜 她的不幸 并非因为 那张空头支票 而是源自太过消极的情绪 生活中 谁都可能遭遇意外 碰上坏事 任由自己发脾气 沮丧 难过 只会让负面情绪 引发恶性循环 决定生活的 不是某件事 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反应 两位作者一直认为 熊人因为生活艰难 更容易情绪化 因为输不起 怕损失 他们陷入诸多情绪陷阱中 不可自拔 生活已经很难了 别让自己的情绪 成为你跨不过去的那道鸿沟 五 教育陷阱 人生算法 有这么一句话 熊人倾向于拿到确定的东西 他们不要概率权 拿教育来说 熊人等不及用知识赚钱 而是一有可能就出门打工 知识到底能不能变现 他们不确定 但打工一天拿到的钱 却亲眼可见 这样做 能暂时缓解贫穷 却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作者阿比基特 一直认为 熊人是没钱读书 可接触大量熊人之后 他才明白 事实远非如此 在很多国家 熊人可以读免费的公益学校 可遗憾的是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小学没读完 就急忙忙投身社会 阿比基特公布了一组数据 小学教育会让一个人增收6% 初中教育会增收12% 高中教育则高达20% 如果继续深造 读大学读研 乃至考博 收入将成至数据上升 可这组数据 在贫民窟毫不起校 大家始终觉得读书无用 公笔心和实用主义 令无数家庭陷入教育陷阱之中 可实际上 对穷人而言 在无背景无人脉的前提下 读书是唯一那条改命的路 给自己一点时间 用知识武装起头脑 才能打通社会的壁垒 教育是以小博大的博弈 只要坚持下来 你才能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甩掉贫穷的帽子 六 聪明陷阱 在印度 有一位雷迪女士 是某家信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一天 她在路上遇到一个石破烂的人 听她抱怨说 如果有自己的小推车就好了 现在每天还玩租车费 赚的钱连一个饼都买不起 雷迪一听 顿声怜悯之心 马上以极低的利率 给这人发放了一笔小额贷款 帮她买到了小推车 不久后 善良的雷迪将这种贷款推广 很快就帮到了上万名穷人 但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 仅仅半年后 雷迪就遇上了大麻烦 先是有人制造骗局 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 后有人拿了钱就消失 甚至有人造姚蕾迪因经济犯罪 马上跑路 他的贷款可以不还 雄人们发挥聪明才智 每个人都能为自己 找到不还款的理由 最后 伤透了新的雷迪 因收不回借款而宣告破产 雄人们白拿贷款 看似赚了便宜 可结果却是 再也没人愿意贷款给他们 再到急用钱时 他们只能找黑帮借高利贷 而结果大都是家破人亡 在书里 两位作者感慨到 穷人们并不笨 但他们的聪明 往往用错了地方 很多时候 人越穷越爱耍小聪明 越没钱 越想钻空子 可命运所有的馈赠 都暗中标好了价格 每一种投机取巧 最终都套劳自己 心理学上 有一个聪明守恒定律 一个人越精明 越容易遭受失败 越是聪明过了头 越反被聪明误 小聪明 恰恰是最大的陷阱 把脑子用对地方 脚踏实地地赚钱 才是人最该走的正路 贫穷的本质 出版后 彻底颠覆了 人们对贫穷的认知 作者阿比吉特和埃斯特 真诚地说 我们希望这本书 能为全世界的穷人 指点迷津 一直以来 我们都认为 贫穷是一种不可抗力 是厄运 是意外 是他人的为难 是外界的枪害 导致我们无法翻身 可看完这本书之后才明白 不走出贫穷陷阱 人将永远是被贫穷诅咒 困住我们的 从来不是别人 而是那个盲目又固执的自己 而真正能帮到我们的 也恰恰是觉醒后的自己 点个赞吧 读懂贫穷的本质 绕过一个个陷阱 你我终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Physics 如雪 delivery 叶 剷 天 温 b 诶 看到